一直在打消耗这里 这边是想挤火一下对面的DK DK血量现在有点低又是一发电 DK很危险现在 DK一丝血点了TP 皮特洛有没有机会 大屁股大屁股大屁股最后一下 大屁股的屁股真的不够大呀 这一波打的可以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经典游戏永不过时 我也是脱根了好久 魔兽争霸3的游戏啊 在这里跟各位卧三的粉丝 倒个浅 真的脱根蛮久的了 所以最近也有很多私信啊 他们问我说 阿雪你不是说好会更新魔兽的吗 虽然魔兽的粉丝的这个群体啊 不如如实那么多 但是其实喜欢魔兽的玩家 还是非常专一的 所以我真的还是一定要鞭策我自己 一定要定时更新魔兽争霸3 真的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抱歉 好本场视频也是依旧来自 RAMINE的第一视角啊 整个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拿第一视角的视频 都是拿RAMINE的嘛 对不对 进水楼塔一些得月啊 不然我拿谁的 是吧 北方岛屿这张地图 其实最近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一些比赛里面 暗夜精灵的表现 我觉得已经没有那么强势了 有一段时间 其实暗夜精灵 像打兽足啊 这样的对局 都是胜率比较高的 包括最近的比赛里面 其实兽足打暗夜的胜率 都有很大的提升 包括暗夜的最大问题 是如何来打亡灵 就是暗夜打亡灵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已经是所有暗夜玩家 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 现在顶级的暗夜 面对顶级的亡灵 这个胜率可能只有10% 或20% 一点都不夸张 大概10局可以赢个1到2局 这种概率 所以还是真的非常希望 暗夜的选手 暗夜的玩家 给我们写个功课 请问在当前这个版本 如何来打亡灵 这一局的对手 就是一个亡灵选手啊 芒果 芒果的话 也是国内的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准职业的选手吧 说他是一个顶级职业 那应该还算不上 但是是一个准职业的水平 包括他之前也有参加过 很多黄金的公开赛 也是有很多的线上的 这些小比赛啊 平台杯啊 还有主播杯啊 都是有参赛 而且他最近这段时间 天梯打的也是蛮多的 练习还是比较多的 其实中国新生代的魔兽选手 还是有挺多的 包括像卡浩啊 15岁啊 芒果啊 还有像梅西啊 这些都是还不错 只是可能缺少一些大赛成绩 来证明自己 当然了 现在魔兽 有大赛才可以啊 是不是 我们前期逼逼了这么久啊 来看一下这一局 现在暗夜的主流 打亡灵呢 还是更加倾向于用窝等 因为各种各样的地图上面 暗夜试过用DH去首发 任何的情况下 DH都会被打得体无完肤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尝试 如何打窝等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是因为Happy不太会打窝等 所以现在很多暗夜 都开始选择用窝等的手法 这亡灵就是Happy一个代表吗 120表示我不服啊 但确实啊 这个现在看起来 窝等打亡灵的胜率 要比恶魔猎手好太多了 哎 想到就有点心寒呀 DH这个曾经的老大哥 真的是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我先哭一会儿 好 这边家门口的话 是配合比亚收调 窝等是顺利到达两级 再找机会这个去补刀 窝等的前期是一个疯狂提升 等级的经验 和别的英雄不太一样 窝等的等级就是他的所有 芒果这边的话 应该也是这个DK 刚才是看到了 这边打到了一个是大雪 大无敌 打了一个加三的一个丝袜 敏鞋还不错吧 两级不到半 差一点点 继续去练集 大家注意看一下 其实很多暗夜举手 在用窝等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流点的一个习惯 这是你可以选择一个 你要主身的技能 如果你要主身刀 或者你要主身毒 会留一点 是因为在关键时刻 万一你被围了 就是你可以选择去伸一个闪 去审自己的一个TP 或者是一个单船 或者是一个无敌 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Warden的玩家 都会比较倾向于留点 好 继续在收到家门口的这一组 终于三级在下我招手了 家里面的话还是比较顺畅 前期的话 现在两边都不太倾向于骚扰了 都是各练各的 你看现在王林也不来 暗夜家里面骚扰 所以暗夜家里面的科技 还是比较顺利的可以发展 而暗夜同样也是 也没有去骚扰王林的那种想法 就是把Warden等级先踢到三 继续打 终于三级 三级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毕业的等级了 就是这个Warden现在是有战斗力了 一级和两级的Warden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 小骷髅过来侦查一下 单枪匹马 写得额外的可爱 这个我是一丝一丝过来骚扰一下 DK来了 这不是一丝一丝了 这里可以看一下如何来访了 Warden有没有想回家的这个想法 还是第一时间选择了回来 毕竟这个DK线蓝量还是比较充裕的 不回来的话 这个精灵可能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好 第一个 好 这边的话也是见好就收 看到Warden回家以后 就DK马上就要走 因为DK也是比较忌惮前期 先消耗自己太多的血量 毕竟在三本前 这个亡灵的回复还是稍微有限的 家里面的骷髅清调 这边是买了单船 也是有备而来还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Ramand这边的BR 这个爬的位置也是非常的骚气 这样的话 它也是提前来规划自己链接的线路 读 买了高达 AC美美也已经就位 二本好了 放下双BL 到目前为止的暗夜的发展 这件事是一气呵成 最后一下 哎呦 树没有拍掉 伏笔 就是我看暗夜练几 经常最后一下 树啪击一下拍了 是吧 还好啊 这里很细 没有伏笔 树没有拿到经验 大树没有Q加E 是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我玩不了暗夜吗 就是因为我老是操作不过来 就是我前面打架 后方我是无法练几的 因为我练完等于是白练 所以我还是亡灵挽脚 是吧 扯远了 扯远了 好 家里面二本好了以后呢 也是马不停蹄 直接也是升三本 暗夜 走熊路的话 也是依赖三本的这样一个科技 二发的话 是选择买了那家 并且是把TP交给了那家 自己窝凳是有大无敌 所以一点都不慌 继续开链 这里也是为了加快链接的速度 那但是不含糊 直接交了一发闪电 这里打到了一本骷髅书 没啥用 如果王林有毁灭 就真的没有啥用 但前期也许可以 就还是比没有好吧 看瑞麦怎么选吧 见面了 哇 一发C一发毒 两个人都丝毫不含糊呀 这个见面礼我很喜欢 礼尚往来吧 对不对 你对我来一点 我也来一点 互相尊重 不能吃亏 这两边也都是比较那个什么呀 都是比较失去啊 这里说 你敢当着我的面链 你不失去呀 我刚刚还夸你比较会做人啊 你就不做人了 二本的话 小鹿已经出来了啊 这里稍微要注意点啊 你真的确定在别人家门口练吗 这已经是在升熊的大师级了 小鹿已经出来了以后 现在暗夜部队已经慢慢的开始要成型了 但这段时间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暗夜对亡灵的这一个家里面 是丝毫没有任何的侦查 一直是零侦查 地图的右上方 也都是按着的 这游戏啊 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是偏向于是一个练集 一个RPG的路线了 就是现在吧 你说以前从头打到尾 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一直在骚扰 现在吧 基本上从头练集练到尾 打宝游戏啊 是不是 我每收掉一个大点 我等级的提升 我宝物的提升 就是一个奠定顺局的基础 这个游戏现在对操作的要求 对其实很多大局观的要求 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反而是对宝物 对运气的要求很高 这里游戏也是把行业稍微让一让 二发纳加绚丽练到三 一直在收大点啊 这段时间 并且你收大点的好处是在于 你可以掉一个属性的宝物 这种是永久属性的宝物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这边选择了奇美拉 这个也是最近这段时间 暗夜选择对抗亡灵三本之后 比较正确的一个选项 是因为实在暗夜找不到任何一个兵种 可以和亡灵打后期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打 熊没有用 山岭站得住 没有输出 所以这段时间 暗夜确实也在尝试用奇美拉来针对亡灵 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战术应该开起来还可以 但是可能细节还有待开发 但是我也真的是比较希望 暗夜可以发展一下不同的战术 因为二本小鹿 那个时候Fogi和Moon一直在用 证明打亡灵不行 熊鹿这个单位 馒头一直也在用 然后发现打亡灵也不行 因为熊被磕得死死的 山岭的话还可以 就抵抗性会强一点 但是终结不了游戏 它赢不了 山岭的输出实在是太弱了 不知道奇美拉行不行 就是一起期待一下吧 这边可以看到 王灵是在练急 这个贪运转的还可以 能不能收这个蝎子 刀了一下转了一下 可惜没有拿到经验 Wordon并没有提升经验 这边的话等大部队 王灵应该是想练完就收的吧 这敢打吗 这里想打不打 两个人都在试探 这边想打了 调整阵型 直接一个上来 大家一发电 一个狗救了回来 死两个狗 再慢慢调整 奇美拉西目已经好了 再等奇美拉 一直在打消耗这里 这边是想集火一下 对面的DK DK选择现在有点低 又是一发电 DK很危险 现在DK 一丝学点了TP Pittaloo有没有机会 大屁股大屁股大屁股 最后一下 大屁股的屁股 真的不够大呀 这一波打的可以 大了一个大屁股 还行 好 这边侦查一下 对面也是没有开分框的 有机会 很有机会 再收一个大碟 现在Warden如果到五的话 这个战场就非常强了 要不那家你走吧 要不那家你走开 这会做人啊 那家 刚说完 你看 哎呦我也深控 不对不对 这是对面来了是吗 哎呦对面来了 我的妈一个Warden 哎呦 惊吓呀 DKDK 血量没有很足啊 这里并没有什么打回复啊 就直接过来抓了 这一波timing 但是还是抓的 暗夜措手不及啊 这里的熊被集火 这里是有保存的 看一下选不选的保存 再打消耗 这段时间的暗夜部队 稍微有一点点烂 这个拉扯啊 还是保存回去了 那家现在是跟部队分开走 这个熊组的还是有点慢啊 感觉这头可能不太能保住了 直接搜了一头熊 那还是能勉强接受 齐美拉西姆 现在是在亮 再等一下 有机会 有机会 稳住 家里面的这个井水 还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还可以 并且我们现在还是有熊啊 这个熊喝一口井水 给自己两个部队套 这个是最大化的节约井水 调整一下 继续出发 齐美拉这个单位造 确实是有点慢 这是不是魔兽里面造最慢的单位啊 有知道小伙伴吗 我怎么感觉是啊 真的有点慢 冰龙比他快好多 来这里是走向是右下方 因为这个点呢 刚刚是收了一半还没有收掉 所以他要把这个点收掉 好 第一只齐美拉 飞出了齐美拉西姆 这里也是爆人口了 并且自己的疯狂是被对面发现了 没关系 可以稍微拖一会儿 看瑞曼怎么选择 是选择疯狂的 还是选择打对面的主矿 他选择的是用疯狂来拖延时间 想进攻对面的主矿 买了飞艇 好 这个时候的疯狂已经是要被对面拆掉了 齐美拉还在家里 那这一波看一下他要怎么打吧 哎呦 他选择了一波骚操作 飞艇空头到后方 这要拆盖子去了 骚气啊 好 投下来 对面家里面一个冰塔 有一个 还行吧 这个农民图的还是蛮爽的 直接开 对面加了一波TP 这里已经直接上飞艇了 来看一下能不能拍掉这个盖子 有机会 好的 TP也是提前的点了下去 把损失降到最低 可以 这样的话 王林是断矿了 现在是一矿打零矿 暗夜的话暂时不会太着急 而且不要忘了 刚刚那波的话是没有在齐美拉的 人口的话 现在是有60 等到等一下齐美拉部队一波出去的话 我感觉这个王林还打不过的 现在王林要过来决战了 因为没有钱了 大战一触即发 调整一下啊 物品栏调整呢 也是可以 等一下这个 快捷键的这个操作啊 我有一次就是没有调整好 按无敌按成了TP啊 好 家门口的一个门板 可以向往后拖一拖嘛 这个时候比亚不重要了 已经 这个齐美拉已经是有三个了 对手可能还没有看到 可能还没有看到 好 等队员把这个大树拔了 累了累了累了 就是这个时候 来吧 又等到了一个齐美拉 这个部队浩浩荡荡荡 67人口啊 我的妈呀 电一下 哎呦好疼好疼 跟着屏幕都感觉好疼 拖的已经无级了 哎呦再电一下 哎呦好疼好疼好疼 哎呀真的有点疼啊 哇这个胖子瞬间倒了 这齐美拉的攻击力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说有点笨重 没有什么毛病啊 打出来进进 这样呢 恭喜一下瑞麦 这一局还是比较好看的 四个齐美拉起脸 就问你怎么输